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連指一粒骰子兩次 出現的點數合是5的機率多少 6的機率又是多少 我們先看出現點數合是5的機率 他說指兩次 那指兩次的話有可能是1次 或者是點數合是5 2、3、4 這是1、2、3、4 這樣的話是點數合 這個兩次他的機率 那這種機率多少 這是6分之1 這是6分之1 所以是36分之1 這個的話 等於這個是一種情況 這一種情況 所以總共多少 總共有幾種情況 總共有4種情況 1、2、3、4 然後總狀況數 這個可以1、2、3、4、5、6 這個可以1、2、3、4、5、6 所以這個NS 總共有6乘6 6乘6 6乘6 有36種 所以出現點數合 4、5 它的機率就是36分之4 4、9、36 所以是9分之1 出現點數合 出現點數合 4、5的機率是9分之1 那點數合是6 6的話呢 6的話就是 1、5 這是2、3、4、5 1、2、3、4 這種情況 1、2、3、4、5 5種情況 所以這個的話 就變成 5種情況 那這個就變化 36分之5 所以出現點數合是6 它的機率是 36分之5 4、5 一定是1 4、3、7、1、4 所以說